大家好,我是爱数真话的Tiger 长久以来,苹果A系列芯片在移动芯片领域 一直保持着无可撼动的霸主地位 无论是iPhone 14 Pro Mac还是iPhone 15 Pro Mac 都在速度测试中展现出了惊人的单核性能 赢得了消费者的广泛赞誉 苹果与台积电的紧密合作 更是为A系列芯片的性能提升提供了有力保障 然而,随着移动科技的不断进步 安卓阵营的崛起,苹果的霸主地位似乎也要结束了 近日,一份关于高通骁龙8近似在基准测试中 击败苹果A18 Pro芯片的陷落信息 引发了业界的广泛关注 老规矩,和Tiger一起来了解一下 此前曾有消息人士爆料 骁龙8近似单拓拓跑分为313万分 JC6单核得分2845,多核得分10628 从这个得分来看 骁龙8近似似乎并不能超越苹果A18 不过就在近日,据韩国网站从微博获取的数据显示 高通骁龙8近似在JC中达到了惊人的3500分 而A18 Pro在同一测试中仅超过了3300分 这一数据虽然令人震惊 但也引发了诸多质疑 毕竟,现在讨论这两款下一代芯片的基准分数 还为时过早 而且泄露信息的来源 也无法验证其准确性 然而,这一事件无意味即将到来的移动芯片大战 增添了更多的悬念和期待 近年来,高通通过收购Nuvial等公司来改进其定制芯片技术 旨在更好地与苹果竞争 高通骁龙8近似是否会基于Nuvial设计而非要让设计 以及Nuvial芯片技术是否能为高通带来性能上的重大突破 成为了业界关注的焦点 目前,高通公司已经确认 小龙8近似将于10月发布 该芯片将不再使用Arm的Quotex公版核心 而是采用字眼的Orile内核 这让小龙8近似能够具备更多自主性 可以更好地发挥CPU核心性能 如果高通真的能够凭借Nuvial技术实现性能上的飞跃 那么这将是对苹果A系列芯片的一次有力挑战 从爆料看 小龙8近似预计会在4月份完成设计 6月份出货给L1厂厂商测试 9月份投入规模量产 随后正式发布 小龙8近似将是高通第一款 基于3nm工艺的芯片 台积电代工 关于频率 之前说法是4.0GHz 但最新消息称有望最高达到惊人的4.3GHz 媲美面向PC笔记本的小龙A子一例 后者标准频率3.8GHz 单核 双核可加速到4.3GHz 要知道 小龙8近似的最高频率只有3.3GHz 一代之间就增加足足1GHz 这对于手机处理器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尤其是从4nm到3nm的提升并没有那么显著 其他爆料者也指出 4.3GHz频率几乎是不可能达成的 即便能够做到 也只能维持很短的瞬间 而且单个核心的功耗 就可能达到10万级比 是任何手机都无法承受的 更合理的加速频率则是3.8GHz 和苹果A17Pro的最高水平一致 也相当于小龙AX Elite的常规频率 而相比小龙8近3依然高出多达500MHz 当然 小龙8近4还在设计阶段 肯定会尝试各种不同的规格 探寻最大潜力 最终在确定最合适的 此外 小龙8近4也面临成本问题 毕竟小龙8近3估计就要200美元左右 对于消费者而言 移动芯片的性能直接关系到 他们的日常使用体验 无论是游戏 拍照还是视频 编辑等高强度应用 都需要强大的芯片性能来支撑 因此 高通骁龙8近4与苹果A18破有芯片的竞争 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较量 更是对消费者需求的一次深度解读 谁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谁就能够赢得市场的青睐 如果高通骁龙8近4真的能够在基准测试中 击败苹果A18破有芯片 那么这将标志着移动芯片领域 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这一变革不仅将改变安卓阵影 和苹果阵影之间的竞争格局 还将对整个移动科技产业 产生深远的影响 未来 我们可以期待看到更多创新技术的涌现 以及更加多样化的产品选择 根据此前的爆料 高通骁龙8近4将会首发 采用新一代LPD-26内存 容量更大 带宽更高 由三星供货 近日 据国外媒体报道 JEDIC固态技术协会在葡萄牙里斯本 完成了LPD-26标准的定高 并计划在今年第三季度正式发布 目前最新的内存标准为LPD-25X 其速度最高可达8533兆BPS 相比于LPD-255带宽提升30% 功耗降低20% 不仅如此 不少内存厂商还推出了私有规范的产品 比如海力士和美光 都有高达9.6gbps的产品 而LPD-26作为全新一代标准 提升幅度肯定要比这高得多 2024年也被很多人称为AI手机元年 各种端测AI应用 也对手机内存的速度有了更高的要求 而LPD-26的高速度和低功耗特性 也就成为了AI应用的最佳选择 而且就和如今的LPD-25X一样 LPD-26内存也将成为旗舰手机 和其他的高端移动设备的标准配置 并且LPD-26的应用不仅局限于手机 其高速度和低功耗的特性 同样适用于平板电脑 高性能笔记本电脑 甚至是在无联网设备和可穿戴技术中 同时随着LPD-26的到来 旧的内存标准 如LPD-25以及LPD-25X的成本 以及定价预估会进一步下降 届时重低端的机型的性能也将得到提升 此前有媒体爆料称 小米15系列已拿到骁龙8近似的首发权 将于2024年9月正式问世 近日又有数码博主爆料称 预计在今年下半年 首发高通骁龙8近似的可能不是小米 该博主并未套路会有哪家厂商首发 而参考各家机型的发布时间 猜测可能有Vivo或者一家首发 高通骁龙8近似移动平台 综上所说 高通骁龙8近似 发展的风向标 无论结果如何 这场竞争都将推动 整个移动芯片联益的进步和发展 为消费者带来更多惊喜和可能性 我们期待着这场巅峰之战的展开 以及它将为我们带来的更多精彩瞬间 那么问题来了 你看好骁龙8近似的表现吗 对于首发心机有什么期待吗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